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洪树林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王柏威 目前在淡水公所的区务会议上 区长特别针对有助于区内社会福利的公庙及教会进行颁奖仪式 并针对办理老人公餐式代表志工服务的宗教表达感谢 更多希望未来能够多多合作造福社会 新北市政府在这个月初于市政府表扬宗教团体对于新北市社会福利的贡献 而今天在淡水区公所的区务会议 区长屋中人特别针对区内所有的宗教团体 有助于区内社会福利的公庙以及教会进行颁奖仪式 而区长表示在过去的共餐活动等等 这些庙宇以及教会都热心参与表示感谢 今天我们借由我们的区务会议也同时表扬 我们淡水区有十个寺庙还有我们教会 对于我们老人共餐世代之工的一个贡献来做一个表扬 区长表示这一次的表扬包括了淡水物极天元宫 淡水清水盐祖师庙以及福佑宫 慈玄宫 淡水行中宫 基督教淡水灵良堂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淡水教会 以及淡江教会淡水恩友中心 总共有十个宗教团体 那也代表市长来赠送感谢状给他们 那也希望他们来继续协助我们淡水区 针对我们不只是老人共餐 世代之工还有些社会服务 大家一起努力让淡水住在这边的人能够更幸福 区长表示感谢受奖宗教团体配合新北市政府 在地教养健康乐活午安服务方案 以及高龄照顾纯本专案办理老人共餐 世代巨工服务 出钱出力赋予余力 更希望未来能够多多合作造福社会 记得许端一 教许载宝报道